第262集 灵根大道 2023年6月27日 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孙悟空来到了菩提祖师的洞府 十分欢喜 他说呀 此间人果是朴实 这是说侨夫没有骗他 这里真的有神仙师父 小说里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在现实中 这是神仙作者点出 林彪一生朴实的美好品德 这时候大家注意一下 孙悟空是跳上松枝 摘松子吃 这个松在这个地方是有含义的 松啊 我特意说就在这一章 这个时候是木加公 这两个意思 木是东方 这个就是五行的概念了 这个我也了解不多 我只知道这个意思 木代表东方 大家理解就好了啊 那个公呢 就是公心 松子就是公心之子 孙悟空就代表了公心的传人 此时啊 孙悟空不是特制习主席 而是代表所有革命者 在上一集啊 我有个地方没有讲 我这里再讲一下啊 就是侨夫的布衣 是木棉做的 木就是东方 棉就是棉延的意思 国做棉延 所以啊 侨夫就是林彪 他的布衣 代表了中国的国做棉延 这个意思 我为什么上一集没有讲呢 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因为我老是看错这个棉和锦这两个字 错的多了啊 搞得我都不敢说了 今天到了这一集呢 我就是仔细的看那两个字啊 终于看明白了 现在大家就知道 西游记的作者啊 是没有弦笔 一个松支 一个松子 都有含义 而且啊 这里 孙悟空吃掉了松子 这意思是什么呢 这后面啊 大家就明白了 然后呢 洞府中走出一个仙童 这个仙童 我直接说了吧 仙童 我认为就是毛主席的少年时候 也就是说 仙童 就是毛主席的一个分身 这个地方啊 我也没有更多证据 你就看这句话啊 抱和身自别 仙童 就是年轻人 少年人 这个样子 那身体呢 身体还是菩提老祖的身体 所以他是山中永受童 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化身 这个地方啊 也是没有什么证据的 这就是我的个人看法 所以大家参考就行了 如果大家只是看成 仙童 就是菩提祖师的学生 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不影响 后面我们对故事的理解 接下来 那个仙童说道 我师父登坛讲道 我还没开始呢 就叫我出来开门 说外面有个修行的来了 可以接待 这就是说 菩提祖师 对世间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他不等孙悟空敲门 他就知道 孙悟空已经来了 这就是说 天下大事 尽在毛主席的掌握之中 此时 猴王整理衣服 整理衣服 就是端正态度 然后 孙悟空来到摇台之下 看到菩提祖师 端座上面 两边有三十个小仙 三十个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我们要明确一点啊 就是此时 菩提老祖师毛主席 那么 这是在世的毛主席呢 还是离世的毛主席呢 这里说的是离世的毛主席 如果毛主席在世 也就是菩提老祖 在人间吧 那么他为什么不整顿 不整顿乾坤呢 对吧 所以啊 这里说的就是 毛主席离开了人间 所以菩提老祖 也没有办法整顿乾坤 所以呢 菩提老祖是代表 离开人间的毛主席 他身边的小仙 也没有出来救中国 对吧 所以啊 这些小仙 也就是离开了人间 起码他们不能起作用了 那么他们起作用的是 什么时候呢 显然是毛主席在世的时候 因此呢 这里的一个小仙代表一年 30个小仙代表30年 1949年建立新中国 你算算到毛主席去世 1976年 这是27年 但是前面说了啊 乔夫要孙悟空去到1978年 因为1978年前 还是毛主席的时代 所以啊 我们这里要按1978年算 因此这就是29年 如果我们把1949也算一年 那么这就是30年 大家明白了吧 30个小仙代表了毛主席的时代 这也就是习主席说的前30年 现在大家懂了吧 前30年 每一年就是一个小仙 小仙就代表了毛泽东思想治理下的中国 然后呢 是一首诗描写菩提祖师 这首诗啊 我也不能解释的十分完美 所以我也就不全面解读了啊 我就说关键的几个地方 第一个 不生不灭 三三行 三三行啊 这个是道家的术语了 我也不是修道的 所以呢 我不用道家的理论来解释 因为我也不懂啊 我只说我懂的啊 三生万物 这个大家好理解吧 三就是代表了三生万物 是毛主席时代的中国 朝气蓬勃的发展建设的景象 在毛主席时代 我们用了不到30年 期间呢 还有周恩来 刘少奇 邓小平等 他们疯狂破坏 你比如公共时代 这个就是刘少奇搞的 然后他说 这都是毛主席的错 公共时代的本质是什么呢 就是马列 马上当列士 这在尹武山的故事里面 有详细的介绍 刘少奇办公共时代 就是要抢夺 建设果实 然而这完全不合乎 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是一个纯粹的冒险送死行为 所以你看啊 刘少奇写了一本 论共产党员的自我修养 来标榜自己是最纯粹的马列 然后呢 他就给你来个实践 这就是公共食堂 然后啊 就把当年的建设成果毁于一旦 你看这个行为 和八一南昌起义 就是周恩来领导的啊 他把两万军队死成了八百人 这有什么区别吗 根本没有 这就是冒险送死 所以刘少奇 他就是老修 然后呢 邓小平呢 这个邓小平就牛逼了啊 他说母产十万斤 水稻啊 母产十万斤 然后呢 邓小平就找了一堆人啊 堆了一堆稻谷 邓小平拉着他那些狐朋狗友 就站在稻谷上面拍照 他能站在稻谷上 你想想他多么牛逼啊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是因为他要超过刘少奇 那刘少奇都公共食堂了 他不得弄一个更牛逼的吗 结果 邓小平就变成了道上飞了 我记得有一个资料啊 这个我就不去查了啊 因为查也查不到 邓小平说 现在都母产十万斤了 如果全国还种那么多地 那打的粮食就太多了 我们国家全体人民都吃不了 那也没有地方存 所以呢 我们明年开始减少两亿亩耕地 结果呢 因为他减少了耕地 就直接弄出了三年自然灾害 这可是邓小平 刘少奇他们说的 三年自然灾害 整个国家粮食都不够吃了 这是他们说的 那么为什么不够吃呢 第一个就是啊 刘少奇搞公共食堂 第二个就是啊 邓小平搞母产十万斤 然后他还命令减少两亿亩耕地数量 看到吗 刘少奇就是西方邪身的马列左手 所以他猛向前跑 来个公共食堂 那食堂啊 粮食呢 就这样大量的被糟蹋了 而邓小平呢 就是西方邪身的满清右手 满清怎么祸害中国的 如果你不理解啊 那么你看看 就是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前吧 我也忘了具体实际了啊 中国有个著名的公知 叫毛鱼士 他疯狂叫嚣 国家不要守住十八亿亩 粮田的红线 如果粮食不够 那完全可以从全世界买嘛 看到了吧 这个人就是要害死全体中国人 毛鱼士就是大汉奸 汪精卫的私生子 汉奸传承是果然强悍呀 这个私生子都这么牛逼 他都私生子了 他还和正根一样的卖果 而邓小平呢 他都不用叫嚣 他直接就减少了两亿亩粮田 于是呢 那分钟 大家都没饭吃了嘛 此时 刘少奇 邓小平 周恩来 他们说 这都是毛主席的错 看到了吗 就这帮孙子呀 纯粹不是人呢 这就是毛主席的前三十年 毛主席 就是在这帮间谍的疯狂破坏下 还是将我们的国家 从一个纯粹的农业国 提升到了工业国 将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 追平了苏联和美国 如果没有这帮汉奸卖国贼呀 在国内疯狂搞破坏 我们必然已经领先一步 进入了芯片时代 所以啊 就这帮汉奸呢 必须彻底的杀光 一个也不能留 他们只要活着 他们就会疯狂的灭亡中国 他们就把中国 时刻置在悬崖之上 然后随时想着 把我们推下万丈深渊 好了 不说这个啊 这就是三生万物的含义 同时呢 两个三 就是三三得九 九就是人间 是间最大的杨术 这代表了毛主席 是纯阳之体 因为他是东方神仙 东方神仙 神仙呀 就是纯阳之体 后面说的万万慈 慈祥就是主席 对待人民的态度 大家这个好理解吧 那么万万呢 你也就理解了 这就是万寿无疆的意思 此时啊 我们不说毛主席 具体他这个人 因为是人呢 就要遵循人间规则 总有生老病死 这个万寿无疆 说的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 是万寿无疆的 一直到现在 我们依然要追寻 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啊 就是攻心 就是东方路线 这就是真正的修心 我们所有中国人呢 都要在习主席的新时代 修炼出一颗攻心 这样啊 才是立国立民 才能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如果在这个习主席的新时代 你还是撕心当头 那么你必将被这个时代所抛弃 最后一句呢 与天同寿 庄严体 力竭铭心 大法师 你直接理解为毛主席本人就可以了 接下来 孙悟空倒身下拜 磕头不计其数 此时啊 孙悟空代表的人物 再次变化了 这一刻 孙悟空代表了 毛主席去世之后 所有中国的革命者 他说呀 弟子 至心朝礼 此时这个礼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中华文明的本源 是天道 是天礼 然后 菩提祖师问孙悟空 你是哪里人 孙悟空说 他是啊 东圣神州 奥莱国 花果山 水帘洞人士 这就是说 自己是神仙种子 菩提祖师呢 就赫令将他赶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祖师说了啊 你那个地方 到我这个地方 隔着两重大海 还有一座南善布州 你怎么能来到这里呢 这是千山万水啊 这什么意思呢 大家如果回忆一下 你就会发现 孙悟空离开花果山 直接就进入大海 但是那个大海 作者没有给你名字 那么为什么 没有给你名字呢 因为那座大海 和西洋大海 是同一片海 只是呢 表现出来 是不同样子 这里我直接说了吧 南善布州 就是奴隶化的中国 这一刻啊 你可以直接看成是 改开后的中国 两重大海呢 一个是满清这片大海 一个是马列这片大海 而满清和马列 其实都是西洋大海 大家明白了吧 菩提祖师这里问孙悟空 其实不是问孙悟空 而是神仙告诉我们 当时中国的实际状况 一般满清 你就可以看成还珠格格 这种奴才化教育 而马列呢 你就可以看成是全盘西化 你就完全明白了 邓小平 胡锦涛 搞的就是这两手 只是时代不同啊 他们的具体措施 不一样而已 这个我就不细说了啊 大家明白就好 于是孙悟空说 我经过十数个年头 才来到这里 这个时候啊 十数个年头 是有准确含义的 十数个是多少呢 我直接告诉你答案啊 就是十九年 这怎么算呢 这是从邓小平死 开始算的 邓小平 一九九七年死的 而这里的时间是 一九七八年 这正好相差了十九年 这就是说 邓小平活着的时候 他一手遮天 整个社会啊 谁也不能提毛泽东思想 而他死了 江主席才真正拿到一些权力 此时毛泽东思想 才能勉强出现在人间 大家懂了吧 这时候 大家要越发明白 神仙作者的写作技巧 孙悟空在不同时刻 是代表不同的人 此时的孙悟空 就是代表主席 毛主席去世之后 所有中国的年轻革命者 他们被邓小平压制了 整整十九年 到了邓小平死了 毛泽东思想 才能多少有一点啊 现身人间 此时 菩提祖师问孙悟空 你姓什么 说到这里啊 我不得不再次佩服神仙手段 看我这一系列视频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从第一集看起 在第一集 我明确说了 这个姓的具体含义 由此引出 孙悟空的身份呢 就是正和 然后呢 就以此为基础 我为大家揭示了 这本天书中蕴含的世界真相 但是啊 就在那个时候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别的意思 我认为孙悟空就是正和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别的意思了 可是到了这一刻 我就知道啊 西游记宛如登天的梯子 一层一层 永远向上 我之前呢 只是站在第一层 我看不到后面 而现在我起码站在了第二层 我的视角更高了 而同时呢 我也更加明白神仙手段 我说了啊 西游记的作者是东方神仙 神功报 其实所有人都不知道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 西游记的作者就是神功报 当时我也没有解释 因为我觉得 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 西游记的作者就是神功报 后来我才意识到 就这个事啊 根本就没有办法解释 就是我天然就知道 西游记的作者就是神功报 而这个概念就这么自然产生在我的脑海中 以至于啊 我都没有想到去解释原因 所以啊 你明白了这个事实 你也就知道 我做的一切都是在师父的指导之下 或者我做个比喻吧 西游记这本书啊 上面有一把又一把的锁 师父打开一把锁 我就能看懂这些 而下一把锁没有打开 那么就是这些文字摆在我面前 我也完全看不懂 现在呢 师父又为我打开了一把锁 所以啊 我就完全明白了这段情节的深刻含义 我之前在第一集说的 孙悟空是正和 那个意思绝对正确 但是啊 那只是第一层意思 现在我给大家讲解第二层 更高层次的含义 这里菩提祖师问孙悟空 你姓什么 这个姓代表了私心 你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你有姓你就有私心 这里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高度抽象和现实世界的区别 现实中你我都有姓 但是这并不是说 有姓就有私心 当然啊 我们肯定都有私心 这个也不用隐藏 我只是让大家理解 这个地方姓名代表了私心 而孙悟空回答 我无姓 这里的姓啊 在第一集时候说的是太监 代表了正和 无性别嘛 但是这一集 在这个全新的高度 姓呢 代表了性格 或者说是个性 这个和一般人理解的个性 还是有很大区别 这里的区别在哪呢 我先说啊 无性 这两个字翻译过来就是 没有私心 只有公心 你在这个基础上 你看下面的话 人若骂我 我也不恼 人若打我 我也不撑 我只是赔个理罢了 我一生无性 这句话高度非常高 这其实说到了老子道德经那句话 上善若水 我前面解释过这句话啊 这就是说 东方大道就是人神共居时代 那时候我们中国的社会 是一条流动的河流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河流里面的一颗水滴 那你说你这颗水滴 和你旁边的水滴 有任何区别吗 是没有的 如果你有了区别 你就是有了个性 这就你啊 就不在这一条东方大道里面流淌了 所以啊 这句话要在这个高度去理解 那么你看啊 你看最后啊 赔个礼 什么意思呢 这个礼不是赔礼道歉 而是讲明白革命道理 此时啊 我举个例子啊 你把孙悟空这句话 带入到雷锋身上 你就完全明白了 雷锋说 对待同志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 对待工作 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 对待个人主义啊 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对待敌人呢 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这里啊 我们就看第一句 对待同志 像春天般的温暖 这个就是孙悟空此时这句话 人家骂我打我 我也不恼不撑 我还要赔个礼 这个就是我要给他讲道理 此时啊 你可别以为啊 人家真的打你骂你 你也不会还手 不是这样的 你有这个想法 是基于你现在生活的这个社会 而神仙作者 在这一刻写的那个社会 不是现在的社会 而是以前的大禹时代 或者以后全新的习主席时代 那人家能随便打你骂你吗 那是那个社会根本不允许的 所以啊 这里的意思是 你作为那个社会中的一员 你的正确的生活态度 对待同志们 或者我直接说同胞吧 如果他们进步不如你 那你不要着急上火 你好好和他们讲道理 这个就是这句话的含义 同时啊 你还要看最后一句 对待敌人 如严冬一样 冷酷无情 看到吗 这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啊 华夷之变 看懂了吧 雷锋是毛主席的战士 而这两种啊 态度就是对内对外 都包含在里面了 所以你看啊 雷锋是不是毛主席的学生 肯定是啊 他已经懂得了毛泽东思想的精华 对待同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而对待外敌呢 那就如严冬一般的冷酷无情 所以啊 正因为毛主席时代 我们的社会中 有千千万万个雷锋 所以啊 毛主席的军队 才能对外啊 战无不胜 对内啊 生产建设 这才是革命的两只手 这才是毛主席那句话 抓革命 促生产 看到了吧 越是革命的时代 生产才越进步 而邓小平呢 就是直视他手下的御用文人 就是那批伤痕文学作家 你比如张贤亮这帮人 他们疯狂的抹黑那个时代 我就举 这句话来举例啊 他们就疯狂抹黑 抓革命促生产 这句话 大家明白了吧 他们把抓革命促生产 描写成空洞无误的口号 然后再疯狂嘲笑 你看啊 邓小平是多懂的宣传啊 他知道怎么摧毁人民的自信心 在你最骄傲的地方 你的工心 你的革命性 是你在毛主席时代 你最骄傲的所在 那么邓小平就专门的打击你这一点 你的所有骄傲 他都疯狂的嘲笑 最终呢 邓小平让全国人们认为啊 工心就是傻瓜的表现 是可耻的 是被全社会嘲笑的 耻笑的 而反过来 只有自私自利 那才叫做一个人 你要有工心 甚至别说工心了啊 你就是 如果你有功德 那你都不算是一个人 最终呢 邓小平完美达到了 他自己的目的 他先呀 在叶剑英的独立王国 就是广东啊 开了一个大妓院 那就是东莞 这方便了啊 邓小平和叶剑英玩耍 你看他们多会玩啊 也给他们的徒子徒孙 提供了性奴隶 然后呢 这个妓院就全国到处开花呀 最终邓小平实现了一个目的 就是中国社会啊 笑贫不笑娼 看到了吗 中国人啊 几千年来的道德观 被邓小平彻底破坏殆尽 一个人不管他怎么赚到的钱 就算他做妓女啊 出卖身体也好 只要他赚钱了 他就是能人 他就被全社会推崇 那么这样一来 全中国最会赚钱的是谁呀 那不就是邓小平本人吗 于是啊 邓小平最有钱 所以他最伟大 你看看啊 就这个浑身上下啊 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恶臭的老流氓 竟然变成了伟人 世间颠倒黑白若此 几十年呢 我们就活在人间地狱之中 到了现在 西游记这本天书 被神仙让我翻译给全国人民看 那么这就意味着 被以邓小平为代表的 汉奸卖国贼群体啊 就是他们 糟蹋完了这个社会 要彻底扭转过来 而他们这个群体 就这个汉奸卖国贼群体 他们的末日也就到了 好了 这个我就不想展开说了啊 这太让我生气了 我也不忍回顾那段历史 我们继续向下看啊 就是这段对话呀 菩提祖师问 你孙悟空是不是有私心 孙悟空说 我没有私心 我只有一颗公心 正因为孙悟空说 我只有一颗公心 菩提祖师啊 才会传道给他 否则呢 孙悟空就根本不能败入 菩提祖师门下 大家明白了吧 接下来这段也非常重要 孙悟空说 我没有父母 我是从现实里面蹦出来的 现实的含义 我前面讲过啊 这里啊 说的是革命者出身 此时你怎么理解呢 我就以林彪林元帅举例 你就明白了 林彪年少丧父 这就是说他抛弃了小家庭 这是那个侨夫 大家明白了吧 林彪抛弃了小家庭 然后就投身革命 而革命呢 是为了我们这个全体民族啊 整体利益奋斗 所以这里你的父母是谁 根本不重要 或者说这里强调的是 革命者是为了国家民族在奋斗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小家庭 小家族奋斗 明白了吧 所以孙悟空说 我是先实破裂生出来的 我没有父母 这就是天地之间 东方大道 攻心精神 有了这个攻心精神 你才从一个普通的元猴 变成孙悟空 你才是革命者 大家明白了吧 此时呢 菩提祖师暗喜 这就是他认可了孙悟空 是革命者这个身份 接下来这一段 可是更重要了啊 而且说起来也比较复杂 大家仔细听一下啊 菩提祖师让孙悟空走走看 孙悟空就拐呀拐的走了两遍 这什么意思呢 此时的孙悟空啊 代表了革命者 但是啊 这个革命者 他没有觉醒 或者说他想革命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革命 就是说他的思想还是糊涂的 他想革命却没有道路 甚至呢 他也不懂革命道路 道理啊 他就是我要救中国 因此啊 你如果让他自己走 他就拐呀拐的 拐是什么意思呢 你记得当年赵本山有个小品吗 他骗人家自行车啊 他让人骑着 然后他媳妇不就在旁边说 拐了拐了 大家就直接看看这个视频吧 大忽悠 大忽悠 喊啥大忽悠 你今天出卖这玩意 别叫我一名行不行 喊着爸 要我上这个拐就别卖了 英文啥呀 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 谁买你能玩意啊 你废话 不卖了 坐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 一天一酒没睡觉 不做不赔了吗 哎呀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 能卖出去吗 你还不了解我吗 还管我叫大忽悠呢 我能把正的忽悠携料 能把年的忽悠捏料 能把奸人忽悠捏料 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 我给他忽悠分别料 今天卖拐一双好腿 我能给他忽悠绝料 来人了 拐了啊 拐了 拐了啊 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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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 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你 很卖 卖啊 卖 卖啥呀 拐 连性 拐卖了 看到了吧 我说赵本山怎么在西游记中 还被神仙来回提了两次呢 那你看看就这个小品 这是不是邓小平旗下第一吹捕手 你看啊 赵本山都直接把邓小平核心思想说出来了 好人给你忽悠成坏人 好夫妻呀 给你忽悠离婚 健康人 给你忽悠成残疾人 让你腿瘸了 你再看看 这个邓小平改开之后的中国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就没好人了 为什么毛主席时代 我们整个社会能六亿神州进顺遥呢 为什么到了邓小平时代 就是我们一个个中国人啊 变得私心泛滥 甚至都缺德带帽烟呢 那你看看赵本山 这不就是明白告诉你了吗 好人也得给你变成坏人 如果你坚持做好人 你就在邓小平时代 你活不下去 大家懂了吧 然后呢范伟出场 他是个健康人 他骑着自行车 正在好好走路 看到吗 自行车啊 这代表了自力更生的路线 而赵本山呢 硬让他媳妇大喊啊 拐了拐了 最终呢 范伟都不会骑车了 他最后都不要自行车了 同时呢 他也从一个健康人 硬被忽悠成半死的 马上就进ICU的重症患者了 大家看懂了吧 这简直就是啊 整个中国在邓小平时代的完美写照啊 为什么这个小平有如此的生命力 那是因为他的确提炼出来了那个时代的精神 这个我可不是赞美这个小平 而是说正因为赵本山充分展示了邓小平的邪恶本质 所以啊 这个坏到极点的例子也就有了生命力 因为它是活生生的存在 而不是凭空编造 看懂了吧 赵本山是深刻理解了邓小平的精神 同时他疯狂的在宣传啊 邓小平的理论 什么理论呢 就是拐卖 你看 多么精准的总结啊 先拐一下 这就是啊 毛主席时代的公有制路线呢 咱们拐开弯 邓小平不敢明着说 咱们搞资本主义私有制吧 但是他敢说 咱们特色一下啊 我们国家特殊啊 我们穷了几千年了呀 那人家西方多富裕啊 所以啊 我们必须搞一个中国特色呀 这个特色就是赵本山媳妇说的 拐了啊 拐了啊 于是范伟呢 他就不能骑车自行车了 于是全面卖锅就开始了 大家看懂了吧 人家赵本山害怕你还不懂啊 他就直接点题 拐到最后是什么呢 是卖呀 拐卖拐卖 国家路线被拐到了特色的邪路 然后呢 国家财富 那就都送给外国人了 人民呢 就都被出卖了 大家完全懂了吧 赵本山那是深刻理解了 邓小平的核心精神 并且他在不遗余力的推广 邓小平的理论 那就是拐卖整个国家 同时啊 大家还记得啊 我前面视频说了一个情节 就是啊 现在小资产阶级的电视剧 电影 里面有个非常俗套的装逼桥段 就是他们那些有钱人啊 非要喝82年的拉肺 他们给你的解释 是1982年 法国雨水特别好 所以那一年 法国葡萄园里面的葡萄收成好 因此1982年的拉肺 就是葡萄酒啊 最好喝 可是呢 这完全就是谎言 其实这里的真相啊 极为讽刺 这是西方邪神 在赤裸裸的嘲笑中国人民 你去看看 1982年中国发生了什么 1982年9月1日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到 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是第一次提到 看到了吗 1984年呀 邓小平才搞这个经济体制改革 这还没搞经济体制改革呢 他就提前提出了 要特色了 特色就是拐 就是将中国拐卖 那么卖给谁呢 肯定是卖给你西方啊 美国为首的西方啊 所以大家现在就完全明白了吧 1982年对于西方邪神来说啊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 从1982年这一年开始 他们就知道 未来中国人民创造的一切财富 都会白白的供养白皮 而人参果呢 也会源源不断的制造出来 为了庆祝他们的胜利 他们对人间说1982年的 拉费是最好的 看懂了吧 西方邪神呢 是非常喜欢在人间 炫耀他们的胜利的 只是呢 他们会在这层胜利之上呢 加上一层或者几层的伪装 人民就看不懂了 甚至呢 还有人跟风 你明白了这一点 你再去看看 电影电视剧中 那帮装逼分子 跟着说 拉费 我只喝82年的 你就会觉得 他们是如此的恶心 因为他们喝的都是中国人民的鲜血和生命 好了 不说这个啊 否则说起来没完 现在回到西游记中 孙悟空拐呀拐 走了两遍 两遍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 第一个拐是邓小平 第二个拐是胡锦涛 大家明白了吧 这是两个时代 这两个时代 我们中国人都被他们拐卖给了西方 此时呢 菩提祖师就笑了 他说呀 你是个食松果的胡孙 大家要牢记这句话啊 这句话含义可是太深刻了 先说松果是什么意思 前面说了啊 松这个字代表了东方的宫心 那么果呢 就是果实 所以松果其实就是代表了中国人民创造的物财富 那么这些物财富去了哪里呢 都被胡孙吃掉了 你注意啊 这时候你还不理解胡孙的意思 因为这不是孙悟空吗 这不是革命者吗 所以我说啊 这就是特别难以讲解的地方 这个地方啊 作者在胡孙两个字里面啊 赋予了太多层含义 我只能一层一层给大家讲明白 先说 孙悟空是好人还是坏人 他必然是好人 否则他也不会有公心 也不会被菩提祖师收为徒弟了 所以他是好人 但是呢 这个时候的孙悟空 他代表了年轻的革命者 他生活在邓小平和胡锦涛时代 而这个时代生活好的人 都是吃国家利益的 所以啊他们都是胡人子孙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我必须以一个阶层啊 具体举例 你就明白了 比如你啊 心怀救国思想 你也觉得社会不公平 但是你身价千万 你是做进出口贸易的 那么你其实就是胡锦涛 邓小平 整体对外输送利益中的一个缓解 你心里想着要救国 可是你不知道怎么救国 相反的 你赚的每一分钱 都是百姓的血汉 这下你就明白了吧 所以啊 胡孙就是这个意思 你身为中国人 但是你却是胡人子孙 只是你不知道 就是你披着胡人子孙这层皮啊 并不是说你核心就是胡人了 因此呢 菩提祖师就是说 我原本想让你 想让你姓胡 但是呢 胡的本意就是个野兽 去掉这个野兽 是古老的月亮 月亮是阴的 阴就是不能生育 其实这里说的就是啊 人间那些九转灵魂 他们不能生育 关于这件事啊 我现在也不能完全搞清楚啊 这帮人到底能不能生孩子 那以后啊 也许我会明白的 现在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就好了 就是胡孙的胡 有段子绝孙的意思 所以啊 菩提祖师 不能让孙悟空姓胡 就是你要回归我们中国人 你不能是胡人 那么剩下的就是孙了 可是你要姓孙 必须去掉兽字旁 也就是说呀 我们中国人是人呢 是人类 和胡人那种野兽啊 胡人是野兽啊 我们是不同的物种 我们不是野兽 我们不能有兽性 我们身上只能有人性 看懂了吧 当孙这个字啊 去掉了兽字旁 就是孙悟空的性了 而这个性 正好暗含了啊 后代子孙 就是菩提祖师希望 我们中华子子孙孙 绵延不断 孙悟空的性 终于就这么定了下来 这里啊 菩提祖师强调的 就是华谊之变 同时也点明了 在邓小平时代 胡锦涛时代 实际上大部分中国人 都野兽化了 就都变成胡孙了 要让这些人觉醒 其实这些人 就包括我们现在这帮人了 那并不是 我们不是一直活过来的吗 就是说的我们 让我们觉醒啊 那么必须去除 我们心中的兽性 也就是让我们 不能再迷信西方 大家完全懂了吧 孙悟空极为欢喜 这时候他就说 我有了性了 那么他有了性 就是他明白自己的本源了 就是找到水田洞了 大家明白了吧 那么就请师父 再赐予我一个名字 菩提祖师说 我有十二个字 你应该排在第十个 你先看看前面十个字 连起来是什么 就是啊 广大智慧 真如信海 应悟 就是说 东方大道 是广大智慧 应该是我们中国人的本性 应该悟出来了 那么悟出来之后呢 就是圆满了 圆满是指啊 你在人间圆满了 然后 然后你就觉醒了 这个觉醒啊 就是更上了一个层次 你就到了东方神仙 这个层次了 大家懂了吧 因为这个是啊 就这十二个字啊 它正是 呃 又涉及到了神仙层面了 那我也就只能是猜了啊 我不敢保证一定对 因为 我就是一个凡人啊 我是在推测 神仙记的情况 只是说出来呢 给大家参考 所以啊 此时 美猴王就有了名字 他就叫做 孙悟空 那么空这个字 就精准对应了 习主席这句话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大家看懂了吗 菩提祖师是毛主席 毛主席时代 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这个精神 它是在人间层面 你要做好 当你完全践行了 毛主席的精神 那么你就变成了孙悟空 而孙悟空呢 这时候就是习主席了 就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因为你连自己都没有了 那么你不就是空了吗 而你这个空 是你为了人民献出了一切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成为了东方神仙中的一员 大家现在完全明白 《习游记》第一章的深刻含义了吧 那你也就懂得了 从毛主席到习主席 精神的传承 和精神的一步一步递进了吧 孙悟空就是 要你将自己的思想境界 提高到习主席的高度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这就是东方神仙 对我们这一代 以及未来所有中国人的 殷切希望 因此你看看最后一句话 鸿蒙出辟 缘无性 打破完空 虚悟空 这就是说呀 大禹时代 那就是宫心社会 而周天子之后呢 就是私心泛滥 但是到了这个时间点 我准确说吧 就是二十大之后 整个中国历史 甚至人类历史 再次来到了一个转折点 此时宫心回归人间 因此需要你 你这个中国人 打破完空 虚悟空 最终你的造化到了 你就成为了 东方神仙中的新的一员 这一集真的是 我想总结一下 又无能为力 因为整个系列 都是总结 都是高度概括 我实在没有办法 再概括了 那么西游记第一章的解读 就到此为止了 西游记第一章 是整本西游记的根基 是核心精神 希望大家反复观看 多多思考 同时我这里也要说一下 我自己的私事 就是西游记的解读 也接近尾声了 但是我作为神仙的代言人 肯定不会 以后再也不说话 不做视频了 这是不可能的 只是可能呢 做的视频没有 现在这么频繁 基本上一天一集 因此如果我有时候 没有做视频 那不是说我就死了 大家不要担心啊 我在做视频 做到几时期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 这个视频的重要性 那个时候 我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不论我死在谁手里 我都不在乎 因为我是在为国家民族 真正的做贡献 即便到了现在 我这个决心 依然从未改变 大家不要以为 我是神仙代言人 我是神仙徒弟 我就不会死 这个不可能 政治斗争 从来都是至死方休 总有一方要人头落地的 所以啊 我知道今天 也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即便我牺牲了 那么神仙也会找新的代言人 找新的徒弟 这是一个事业 不因为我一个人而费力 大家懂了吧 所以啊 我就是怕大家以为 我不出视频了 我就是没了 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啊 我不管死了 还是活着 这个视频并不受影响 不是说我没了 视频就没有说服力了 绝对不是这样的啊 有我没我 视频是一样的 这一直都是 东方神仙 给人民 揭示世界的真相 这个意思 好像我也没有怎么表达明白啊 那我也就不表达了 我意思就是啊 如果我几天啊 或者一段时间 我没有出视频 大家也不要怀疑什么 你看原来的视频就好了 这一系列视频呢 需要反复观看 提高认识 而我呢 会一直为大家制作视频的 这就是我的使命 好了 这一期就到这里啊 下一期再见